果冻 哎呀我都替你们着急的 我再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果冻啊 果冻它不是那个药 知道吧 不是让你们想要想要想要 下哪里就哪里都能下的那种药 知道吧 没有那么神奇啊 它就是日常通便 加快新陈代谢的 你们想要下的话 饮食得注意啊 一定要饮食注意 合理搭配饮食 就有些人说 如果我合理搭配饮食的话 我也能下 但是你合理搭配饮食的话 有些人就排便啥的不顺畅 你知道吧 它这个就是帮助你们排的 你们平常就是不喝果冻的时候啊 排便可能是一天就排一次 然后喝果冻的话 它排便次数会增加 然后你的代谢会更快一些 你吃的东西啊 能快速的代谢出去 但是呢 你必须得饮食注意啊 只有个别人可能饮食不注意 能下 但是大多数人的话 饮食不注意 他肯定不行 知道吧 所以你们不要再想着是 把这个果冻一喝 然后就能下多少下多少 真的不可以啊 它这个就是肉肠通便的 这个就是你们大餐前来一条 或者是便秘 好几天不上厕所的这个啊 都可以喝的 想要下的话 饮食一定要搭配好 一定要合理饮食啊 如果就是你们那个 不会怎么 不知道怎么吃啊 可以来找我 到时候可以给你们发食谱啊 但是千万要记住啊 这个果冻啊 酵素果冻 它就是肉肠通便 加快形成代谢的啊 它只能是起到辅助啊 它没有说是让你们就 正常吃饭啥的啊 就能下了啥的啊 真的是不能啊 你们别那个啥 上当受骗了啊 好了 就今天就这样子吧 你们有需要的下方小黄车去拍